对我来说做视觉艺术最重要的一点是怎么观看 绘画还有摄影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用视觉去把握还有去转移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然后并让观众去感受到 克罗说他希望他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 不带任何的成见去观看这个世界 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现在是已经没有可能了 在绘画里面我在意的是我所能探索的深度而不是广度 视频影像创作过程更像绘画 它是从屋到有的过程 油画这种材料首先它是一种比较缓慢的 然后细腻的可以层层堆叠的材料 它跟我的这种画法 还有在我画面中希望表达这种微妙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 我希望用这种看起来最传统的方式去挑战它 去改变它 然后去提出一种新的观看或者是悬挂 或者怎么样的去挑战这种体质 我觉得过多的观念会损害绘画 会变成一种对绘画的强迫关系 而不是跟绘画这种并行关系 就我的功课方法其实也是我的规则 就是这样是一步一步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 跟这个系统周旋 跟这个系统搏斗 跟它产生一种关系 这种限制就是一种 某种程度上说是生发作品的基础 限制就是自由 全能就意味着全部能 这种真实是一种心理上的真实 是一种关于我的真实 而不是关于我所描绘对象的真实 而不是关于我所描织的真实 关于我所描织的称克力 非常 banget 不愿过 我们ров纸家 如果能看人用 就能够 还有